所以我們有點像是 這個 這邊買這個 那邊買這個 有點像什麼都自己拼湊起來 所以 只要你的動作沒錯 我想進入到Eclipse的環境 就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怎麼樣去怎麼樣 新增一個專案 新增一個專案 其實基本上 裡面 第一個就是你要簽 file new一個project 不過你會發現呢 你只要new過之後 你的這個pydproject 它就會變成default的 也就是以後就不會是java的project 以後你 因為你選過了它很聰明 它會幫你把它挪到第一個 所以以後你點project 就不用點那個pyproject 你就直接點那裡就好了 到底是一樣 所以你要建第二個專案 第三個專案 就是一直往下加就可以了 那基本在 那個 python裡面的基本單位就是 一個project 那就是代表一個專案 那會幫你存到就是你的workspace 裡面建一個資料夾 ok 所以你如果workspace在哪裡 你就去那邊找就ok了 然後再來就是建那個 建的方法 當然這邊我把畫面寫下來 new一個 第二步就是 直接在你project上面按右鍵 new一個package 我想步驟都一樣 所以 其實這東西 就是你想要步驟做對了 所以這種好像感覺就是 剛開始 如果你不熟了 你就是建議照SOP 保證不會錯 如果你那個 所以 一直強調這個觀念 如果你不希望一直他給你找麻煩的話 他給你找麻煩 變成你就要來找個麻煩 對不對 所以 盡可能啦 當然這東西 剛開始一定會發生錯誤啦 這必然的 不過你只要有犯錯 將來就是知道怎麼去解決 這也是很重要 所以其實 你們可能會發生錯誤啊 以前同學也犯過啦 這也不是什麼太特殊的 那只要 照著做 new一個module 再來就寫程式 ok 那後面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 會再加強到底要寫什麼 那當然寫什麼 其實裡面還有蠻多 你可能要先注意的部分 包含就是說呢 變數的形態啦 或者是說一些 邏輯的判斷啦 再來就是說 哪一些重要的函數 或者是一些回圈 或者等等的相關後續 像制定函如我剛剛提過的 那再來就是 如何修改程式的字型大小 因為預設的字實在太小了 我覺得看起來很不舒服 像螞蟻一樣 尤其是年紀大的 可能眼睛 要特別注意喔 ok 因為好像什麼 台灣最近這幾年好像 欸什麼 黃什麼什麼什麼班 最近好像 特別多 之類的好像聽說蠻嚴重的 越來越多 主要可能也是跟電腦 跟手機有點關小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設定就按右鍵 選這一個 然後呢 裡面之後選一個basic 不過basic我沒有拍到 選這一個 點兩下 裡面就有字型的設定了 其實就關鍵的地方啦 以後如果你記不起來沒關係 反正看一下雲端就會了嘛 所以有的時候為什麼會照相 反正你照相你看了就會了 不然的話你每次又忘記 忘記又要再來找 或者你可以看影片 影片裡面有提到 ok好 大概應該沒問題啦 好 那我現在還在一直在調整我的步伐 因為 感覺好像這個 本來進度應該是 應該會到這裡了 可是還沒到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第二個 第二個單元 我早上提過的 其實這樣的進度也算 已經 在進度內了 ok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需要了解什麼呢 第一個 基本語法 第二個 結構控制 那這個結構控制裡面呢 我的習慣是把它 稱為叫邏輯判斷 那這以色列裡面的函數就是邏輯函數 if我想各位都用過了 那只是說 if裡面 大部分就處理 true跟force 這要兩重的邏輯 那如果說你有多重的 比如說你有第三種 第四種 第五種 第六種怎麼辦 ok 所以兩重之外還有多重 那在以色列裡面怎麼做 VBA 那VBA裡面怎麼做 或者python怎麼做 那當然做法 其實雖然有不一樣 可是就我來看 其實都是處理一樣的東西 只是在不同工具 會有不同的設定方式 那首先的話呢 大概第一個 我們先把一些 可能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先來看一下 那第一個當然 什麼叫做變數 那其實顧名思義 這個簡單講起來 這個變數 基本上 就是在哪裡呢 在記憶體裡面 幫你放一些東西 反正呢 他就是幫你指定一個位置 可是不是你去指定的 不像那個c 或c++ 他可以指定 你到底要放哪裡 我們是python 會自己幫你放 反正呢 你只要要放 那以前的那個 其他的語言 像c++或java 他都要先指定 那個變數名稱 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的資料型態要先定義好 可是 python不用 像剛剛我們a等於多少 b等於多少 他直接負與值之後的話呢 自動會變成那種資料型態 另外的話你會發現 像 數值是這樣子 那如果字串的話 其實字串跟數值是 在程式設計裡面 用到最多的兩種型態 那 字串比較特殊 你會發現喔 字串基本上就是一個 其實就一個字元 他就放一個空間 那也就是他基本上 這個字串喔 其實也等同在 那個python裡面呢 就是一個 類似像 那個什麼呢 一般叫正列啦 不過在 python裡面叫lis lis 中文意思叫清單嘛 他反正就是一個字 就代表放一個空間 當然你這樣如果要存取的話 你也可以利用類似像那個 因為其他語言都叫正列啦 不過他叫lis 我們就在lis裡面的第幾個 他的編號有沒有 一定是從0開始 一直到最後一個 ok 那跟java差不多 不過在vpa 他又不是從0開始 反正每個語言特性不一樣 好那再來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呢 賦予多少值 比如score等於80 就像剛剛a等於3 b等於5 一樣的道理 就把值賦予給他 那我們 這個地方的話 在score裡面呢 就是放一個整數 那他會自動去怎麼樣 定義他的資料 就是我們不需要定義 如果你放一個整數 他就變一個整數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這個 這個 他裡面放一個香蕉 那 香蕉這個是一個字串 不過特別是 在那個python裡面 前後呢 一定要加雙引號 這個規則 我想跟其他語言類似 但是呢 python 比較不一樣 他用雙引號或單引號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那 我想 剛開始也是覺得很納悶 那為什麼兩個都可以 那乾脆我就選一個就好 所以我後來選那個用雙引號 為什麼 因為通用嘛 你就比較不用說 一下用單引號 雙引號 另外一個話 請記得 如果說呢 你要做註解的話 在那個python裡面 如果是以這個 警號 這個sharp符號 開頭的 後面的資料呢 他就是等同是註解 就是意思就不會執行 所以這個概念我想 大概都有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這個 基本的概念 所以 比如說你們 要在剛剛的城市後面 加一些註解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試一下 比如說像剛剛這段城市 比如說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在這個的後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警字號 那比如說我今天就 隨便打一些字有沒有 假設我打一個 這個就輸出那個 那你會發現執行的話 他一樣有沒有 他會出現 但是這個地方不會被執行 因為他這個地方 開頭一定是警字號開頭 OK 那另外的話 命名規則 可能要注意一下 規則第一個 不能以數字作為變數名稱 其實資料夾 PIC名稱 很多地方也是不能用數字的 第二個的話 第一個字不能 第一個字喔 其他字可以 不能是數字 再來的話 名稱不能有 不是底線以外的符號 底線可以 但是其他不行 這個是變數 所以我剛剛一直強調 底線比較安全 不論用在什麼地方 都用底線就好了 為什麼變數 不然要記很多地方 這個要記 那個要記 哇規則一大堆 所以你乾脆就是 記得以後反正就是 如果你要分隔 那就用底線 這樣就安全了 而且不只是拍聲 其他語言也是類似 所以我已經延續很久了 乾脆 所以有時候 我要記的東西太多了 乾脆就是 找一個他相 程式語言之間相同的地方 不用背 但是你就找出他的差異點 以前都這樣用 不能用保留字 剛好提過了 那再來的話 有關那個什麼呢 變數 有表示是 比如說 3加5 3加5乘4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表示 那如果說指定的話 意思是說 把後面的結果 把它丟到前面去 比如說4person3 這個特別重要 4person3 請問A裡面是多少 那特別重要 這個person指的是求餘數 求餘數 在那個 python裡面 這個person是求餘數 對 就餘數嘛 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等一下請各位 自己建一個新的module 把他打上去 A等於4person3 printA 答案就出來了 求餘數 第二個的話 比如說 這個當然 A乘上多少 然後 瓜糊 先加點後 我想這簡單的觀念 應該大家都有 然後行別的話 一般的話 這個如果前後雙眼 一定是stream 這個是整數 如果有小數點的 就是float 所以基本上 在python裡面 最常被用到 不外乎就自竄 那數字裡面有分成整數 或者有小數點的 大概是這樣 符點跟非符點 再來就是所謂的那個list list 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這個變數裡面 不只存放一個資料的話 常見嘛 比如esail裡面的儲存格 一定是好幾個儲存格 一定好幾筆資料 那你不可能說 一筆資料就給一個變數 那取不完 所以怎麼辦呢 理論上我們會給一個list 這個list 怎麼樣 逐一的把它 做 就是把它逐一取出 然後做後續的處理 另外還有一個指令叫type type的話呢 實際上就查看 變數裡面是哪一種型別 比如說 像這邊的話 當然你程式 我們剛剛寫的這個程式裡面 你也可以加一個type 加在哪裡呢 比如說你可以加在後面 像這個type type 有沒有 它打個ty它會出現 type什麼呢 你可以刮弧 刮弧之後裡面給它一個a好了 比如說你幫我把那個 a的型別type出來 那你把它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什麼 a裡面 後面沒有型別 可能print出去了 對 還要把它print出去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能要再加一個print 因為它型別 對 型別部分 所以再加一個print 你就可以把裡面的 型別把它print出來 甚至你也可以什麼 hello world 你可以把那個 把值也許 像我們剛剛練習hello有沒有 你也可以把這個裡面的 資料先丟給一個變數 然後呢 再把它輸出 當然也ok了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簡單的試試看 你可以做一些些針對剛剛的變化 像我剛剛提過 比如說person這個 如果你不熟的話 可以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練習一下 那我們用練習的話 這邊就是加一個頸字號 加一個頸字號 表示後面東西是註解 這樣的話 就比較可以留下說 到底你要做什麼 那我們分別做什麼 不過這邊會有錯誤對不對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如果從powerpoint貼過去 他那個雙引號貼上就是 不是原來雙引號 所以這邊可能要重打一下 重打一個雙引號 然後這邊的話呢 那當然第一個啦 你如果要把它print出去 我們剛剛是用那個print 直接把X1輸出 但是如果今天 因為我剛剛提過啦 那個把它print好了 比如說把它打一個print 然後print X1 那當然相對他會把它 出現在是hello world 這應該沒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我要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hello world的 不過你會發現 底下一定會有錯誤訊息 那這個錯誤訊息的話 其實他已經告訴你錯在哪裡了 可是這個可能你們要慢慢學習 要看懂到底哪裡出錯 另外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這個 Eclipse裡面還有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編碼方式 基本上python是支援unicode 但是呢 我們預設的 在Windows環境裡面 不見得預設是unicode 所以你要在 程式的第一行 先宣告一下 怎麼宣告呢 這個可能要稍微叫緊緻號 開頭 雖然緊緻號是註解 不過可能你要先告他說 後面的coding coding應該知道吧 編碼對不對 冒號 意思後面的coding 請你幫我用unicode 就utf8 一般習慣是utf 一個minus符號 減符號加一個8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知道說 後面喔 因為裡面有簽到中文 那就怎麼樣 通通幫我編碼成 那個就是中文 就是那個unicode utf8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這個錯誤可能就不會發 我看一下 encoding OK 理論上應該是這個 這個地方我把它執行一下 OK 你會發現喔 有加這一行 跟沒加這一行 有沒有 結果就不一樣 應該可以看懂吧 未來這個也是需要稍微記憶的 就是 在練習裡面 我們從練習裡面 可以得到 這個 這個可能要稍微 把它記一下 就是請字號 coding 然後 一個utf8 老師有講義嗎 我們 下一禮拜會 會給書啦 OK 這裡的utf8 是什麼意思 unicode的一種編碼方式 對 OK 那這裡宣告的是 整頓嗎 宣告的是什麼意思 沒有 就是後面的東西 全部都用utf8 去輸出啦 即使是中文字 也是utf8 輸出 對對對 因為 基本上8的話 指的是8 bits 早期我們用arskey code 那內碼不一樣就對了 關鍵在這裡 那基本上 現在比較通行的話 還是用utf8 但是在那個 ecell裡面 他儲存的 不見得用 那個utf8 所以你兩者之間 會有一些差異點 好 那這個第一個 當然剛剛 有中文就一定要宣告 對 如果說你有 英文基本上不用 中文才可能需要 OK 那因為我們這邊有註解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註解 假設你把它轉型為 那個unicode之後的話 那底下的東西又亂掉了 所以我這邊再把它重新再 再再再把它貼一下好了 那裡面的話 請各位練習一下 幾個 當然第一個 你查看一下 裡面到底哪一種 資料型態 比如說請各位 你把它執行一下 當然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 就加一行這個 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說 我想 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 然後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可能比較重要是這個list 我想這個list的型別 前面這個字串我想沒有問題 整數 這個型別 未來會用的比較多 尤其是你在跟資料庫 或者跟一次有溝通的時候 它來的資料 絕對都不只一筆 它可能是多筆 那你要怎麼樣 可以讓你放多筆資料 那多筆資料放進去之後 你要怎麼存取 所以特別重要 假設這邊的話 我們print這個 1 2 3 4 如果你現在要print print 裡面的資料 list裡面的資料 特別是x4 中瓜糊 你要存取的是 假如我要存取3 它裡面的編號一定是 0 1 2 3 所以如果我要抓 這個裡面的資料的話 因為它裡面有放4個東西 我要抓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這個3的話 記得你這邊 加一個x4有沒有 我這邊是改一個名稱 中瓜糊 中瓜糊就是list的一個型別符號 裡面如果你要抓到裡面的第三個的話 你就輸入3就可以了 把它執行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它會抓到第幾個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 把這邊 這個 這個 剛剛就把它貼 這邊可能要把它註解 這個把它註解掉 你可以發現它就幫你抓到什麼 抓到那個 list裡面的第幾個 ok 把它執行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有沒有 這地方 如果我第三個 0 1 2 3 那如果我今天輸入什麼 2的話 執行 有沒有 輸出list裡面的第幾個 ok 當然你這個地方你不能輸入 假如說0 1 2 3 你輸入4的話 這個list裡面把它輸出 你會發現它會出現什麼 錯誤 為什麼 因為他說list index out of range 意思是說裡面沒有 這個第四的這個編號 有沒有 這個主要是這個 我覺得list後面還會用到蠻多的 請各位稍微把 剛剛的這個部分 稍微練習一下 就是 把那個list的型別 當然比較重要是這個coding的部分